很可愛,要笑喔! 最萌! 好,中間!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3,2,1 哇! 全面知己! 剛剛說到了,我們在2月的時候呢,會推出3款限量版的 然後3,4月的時候呢,我們也會推出18款不同的 在這個,所有經典款,就是歷年的專輯裡面的一些照片 然後去搜集一下,就可以跟協力一樣喔,有18款的經典款式,我們的杯套 其實影片拍出來其實是很感人的,很溫馨的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也想說 呃,因為大家對那個全聯先生的那個形象,其實還蠻深刻的嘛 然後他就是那種,感覺很老實,然後面無表情就可以很有喜感這樣子 然後會想說,欸!難道我在他們的眼中也是這樣子嗎? 你知道嗎? 但是就真的很開心嗎? 對! 在施夏是很幽默的嗎? 會講笑話嗎? 我是覺得我還蠻幽默的吧 但是別人有沒有這樣覺得,我就不曉得 應該還蠻幽默的 蠻幽默的 蠻幽默的 因為現在還是,暫時還是以家庭為主 因為我的兒子今年要念小學 所以他現在又要展開一個他人生的新的階段開始 所以我就想說,在他這一段過度適應期啊 就是盡量的能夠陪他 那剛剛有提到黑洞 是自己,就是講述心強的話自己寫字或什麼 會跟老風講嗎? 不太會耶,對啊! 因為,我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說 有時候自己有一些,比如說情緒不好的時候 負面能量比較多的時候 就是,你一直在說好像會變成一種抱怨 那有時候也會造成別人的負擔 所以我就覺得說,把它寫下來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我真的有時候回去看啊 自己寫的之前那些情緒就會,真的會覺得好笑 嗯,那時候怎麼會,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兒子會不會很黏膩啊 就是怕你自己要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他會覺得想說媽媽這樣子 因為他現在有在學校上課嘛 所以我就還算好 就是不是每天都要24小時去伺候他 然後我現在也會讓他慢慢去學著獨立 比如說我現在開始就會讓他學著自己洗澡 一些方法讓他去,就是訓練他可以開始獨立一點 那他會不會有想說,跟你說他喜歡學校的人啊 就是有開始戀愛了嗎? 對啊! 他一進幼稚園就有了 對啊,就是大概去上學了三天回來跟我說 媽媽我有一個喜歡的女生 那你怎麼說? 然後我說,哦,真的 那媽媽可以看看他嗎? 他就說,不行 因為是神秘朋友 我想是有多神秘 什麼時候可以互相談戀愛的那種小路幻亞這件事嗎? 現在太早,他才五歲 現在講這個會不會太早 很多五歲就開始了 對啦,我好像自己幼稚園的時候也有喜歡的男生 最初戀是幼稚園 那樣就算初戀啦 以前啊,你吸引都是,哇,都是少年殺手 男生都非常喜歡你 你代言之後你有沒有覺得說 會吸引更多的可能是主夫來喝全臉的咖啡 我希望啊,我當然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主夫啊 然後或者是主夫如果有結婚了的話 也可以學著就是帶太太去買菜 然後主夫進超市買菜 然後讓太太坐在那邊喝一杯咖啡 這樣也是很好的體貼喔